我跟你说,你看看他们家有多食材 全是满满牙的 天天这样吃我觉得特别好 你知道吗,咱就复得吃 太阳来一趟店,重吃住京办 老说重吃住京办 发现还有好多没吃过的 所以我们就还是来吃一吃这种没吃过的 今天来的这个厦门住京办 厦门大厦的遗员餐厅 进来整个环境,包括装修 包括这种干净整洁程度 比那福州充满整个档次提升不知道多少倍 而且刚才偷偷尝了一下这个沙茶面 不具合好吃 就是厦门麻辣道 还有肥肠,还有虾,还有海鲜 然后沙茶酱,芝麻酱 就你把沙茶酱和芝麻酱一混合 整个这个味道你就能想出来它有多爽 而且看着这个东西 就让我想起了福州住京办的那个海鲜锅边 尝一口吧 这饼子没有事 有事吗 我说看到你们在拍,我得过来跟你们介绍介绍 我们家的特色菜 没问题 等一下就算了,你好像今天还没有点到我们一个很经典的菜 什么呀 土笋洞 土笋洞 超级好吃 我吃,那来一份吧 因为我在好多家都吃过土笋洞 您吃的这个是叫我们的这个沙茶面吧 这个汤汁的话,我们是用那个就是虾呀 我们闽南有个习惯,就是那个虾 虾头拿去专门熬这个汤 那你知道虾的话它是非常鲜美的 汤汁是原汁原味的 所以它叫海鲜沙茶面 它吃起来就很鲜 说实话,真的 看到这个汤汁里面会有点浓稠 一定比例的花生酱 然后这个面条是我们闽南特有的油面 就它比咱们这边,北京这边的面吃起来就软了 而且 软糯 对 对 北京这边面没有这么糯,没有这么软 这是我们闽南特有的 在北京我当时在找这个原材料 很难,好久没有找到 那后来是我的这个原材料都从厦门过来的 我们有这样立份庄的,也有碗庄的 碗庄就是适合一个人吃的 立份庄就是两个人分的吃就够了 福建厨庆办 就一般,主要它贵 您家这个我觉得性价比还可以 我们家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我们是比较公道的 而且我们的量的话是特别实在 我待会的话让它做一个那个手工虾饼 那手工虾饼更是满满的虾 这个叫大厨虾饼 这是海鲜饼 大厨海鲜饼 它这个的话呢 有加一点沐浴胶 这个里面的话是虾胶和沐浴胶 听见了吧 牧鱼椒加虾仁 对 这虾仁的话,然后配上煸上这个酥脆的酥皮 口感特别好 我经常有些省事儿吧 什么都不用说 我只要不够吃就吃 您这虾什么的相对来说非常新鲜的那种 您再沾一下我们的那厦门辣酱 我们的厦门辣酱跟这个是绝配 它不是太辣 但是它有一点那种甜辣酱那种感觉 这也是厦门过来的 对,这个就是跟柯仔肝饼配的是一种 配这个的 它是配海鲜饼的 这两个酱是一样的吧 一样的酱 对 这个我们算比较会点吧 我们觉得这个 你太会点了 这也是我们的经典 客家干蒸鸭 那它这个面上 面上这层的话 它是铺的一层鸭血 我觉得这鸭血看的就特别厉害 这个汤喝完就没有了 它不能加汤的 不像咱们在北京 比如说你喝哪个汤 你可以加薄 它这个加就没有这个味道了 是很好喝 但是我确实没尝出甜味来 但是有点人参的味我感觉 哦 是 那它说的甜味 其实就是我觉得像人参的这个 是有点回甘的那种 对对对对 对 你知道吗 可能我们福建人说的这个甜味 跟你们的这种理解不太一样 我跟你说 你看看它们家有多食材 全是满满鸭的 是一样 而且它好深它底下 你知道吗 对 这个我这个 我这个可深了 它跟咱们去外边吃那个 看着上面一达 但牵掌一层那个 不一样 这个土笋洞的话是满满的沙虫 跟它外面吃的那种 我这个是完全 好像今天才到的 今天早上才到的 是厦门最传统的那一家 叫三都土笋洞 就是它等于就是土笋的含量会 就沙虫的含量会更高 对 沙虫含量特别高 一口进去气要万万哈 不然就会呛鼻子 哈哈哈哈 这多少钱 这一个十块钱 对 其实差不多 咱们那天那张周那个一块九块吧 这个沙虫 但是这个沙虫比那个多一些 对 尝尝吧 这个这个的 它的灵魂是一定要沾那个酱 对辣酱 您家这个是不是葱也算比较多的 我不懂啊 我觉得 它是用炒的还是用这样煎成饼的 也是煎成饼的 但是它那个就是 就是叫蛤蜊吧 还是什么生蚝会比较多 蜊 对 它会比较多 您这个葱比较多 你感觉一下 那吃起来其实里头也不少 但是看起来 还是葱相对来说多一些 这个就是我刚刚跟您说的虾饼 对 这个我觉得不用试 看着你就觉得好吃 因为 你看起来其实它全都是虾 对 满满的虾 这个多少钱一份 这个的话 我今天是特意给您做两个 您尝一下 我们这一份的话 是四个对半切八块 88 可口 焦脆的就是煎得很好 但是这东西一定得趁热吃 估计凉了可能就没那么脆 我们已经吃完了 然后一共346块钱 这就是我们最近吃了 这祝经办的一个 我觉得是最值得来的一家 每一个菜 你在听了它的讲解以后 你发现 原来其实每一道菜 都是有很多的这些心思在里 就是这家餐厅 确实值得来 但是门口停车位很少 如果来的话 最好公交出行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 今天这种感觉 对不对 我自己光吃不用解说的这种 如果喜欢的话 咱们可以再尝试着拍几期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